朝鲜王后是闲的吗 每天召集所有的嫔妃刺秀 刺不完不准走 而他之所以要这么做 就是要防止嫔妃们向外界传递消息 因为所有的王子都在进行王储的竞赛 但即使困住了嫔妃 林王后的儿子还是在途中遭到了盗匪的警察 好在他暗中派人保护 老二才幸免迎难 而林王后也从盗匪的尸首上 发现了老二的追杀令 他马上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盗匪 但林王后却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所有的嫔妃 并假说自己已经抓到了盗匪的党里 很快就会查出幕后屠室 此时的皇贵人心虚的贴 因为就是他的父亲勾结了盗匪 当晚他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皇领区 老皇也吓得起 眼下的当务之敌就是找到盗匪的余党 杀人灭口 不过林王后截图先登 先一步抓到了盗匪的副首领 为了保住小命 副首领很快就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老皇的人确实找不到 不过对方只是让他们打劫王子们的钱财马匹 以此拖延他们的时间 但老皇的人走了之后又来了一个女人 那人二话不说就拿出四根金条 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杀了老二 那人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 身上有一股浓郁的勺药味 而王公里用勺药的只有自己的婆婆 老太太居然要杀了自己的青春 但得知真相的林王后却卑微地给老太太赔罪 说自己身为儿媳却经常惹您生气 说完还献上了一份大 不过打开一看 里面尽是一株毒草